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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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别碰我 快 少废话 拿开你的脏手 走 给我快点 叫你们找过来 我要打电话 你打什么电话 不知道这是哪儿啊 快打电话 住手 干什么 干什么 滚 大姐 这是怎么了 你们他们 队长 抓到一个买摘药的 潜在这儿 老板呢 在里边扣着呢 你马上去审这个人 是 是 把老板带过来 是 长官 私藏炸药 想干什么 长官 不敢不敢 我只是 做一点黑市的买卖 不可快过年了吗 卖点烟花爆竹 赚点过年的钱哪 这他娘是烟花爆竹吗 你凭着一箱祸 就能把桥给扎了 说 干什么用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说假话呀 是 小哥 小哥 我是他过来的 我是他过来的 他卖炸药给 给什么人 给上门来的客人 他卖过几次啊 三次 不不五六次 客人都是些什么人 这我真没见过 每次客人来 他都让我放假 这两天他答应放你家了吗 放他 放他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三点 他让我回家啊 打扫干净 等客人上门 队长 那货呢 老规矩 交一半留一半 是 是 对不起 我找错了 小姐 请问几点充了 两点半了 小姐是来买货的吧 滚开 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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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了你 你敢开枪吗 你敢开枪的话 上面有人饶不了你 你 队长 这人看起来了都不行 别这样说出来 我不管你是谁 进了七十六号 我要你好看 给我押走 是 滚开 走 走 我到苏州去进货 碰到这些七十六号的人 就被抓到这里来了 什么事情 你说我能有什么事情啊 大姐 别生气 别生气 你们谁抓了我大姐 我不管你们什么原因 给我解开 有什么事找我大哥去 大水冲了龙王庙 咱们不能伤了何气 快快快 把手块给我解开 不是 快去解开 我可以走了吗 我可以走了吗 你们下大姐 你抓的我大姐 我们在执行公务 阿冲 别冲动 阿冲 你不打었습니다 你敢打 DOM 怎么回事啊 闹成这个样子 事闹大了 我觉得你最好 还是派人送他们回去 或许能吸了这个大小姐的火 有道理 有道理 阿诚 阿诚 我亲自送明赌市场回家 到底怎么回事 说话 大姐被人设计了 我不知道会有人跟踪大姐去苏州 我就把咱们人给撤了 你 你们敢跟踪我 你怎么做事的 这种事情我也教你吗 对不起 大姐 对不起 是吧 我谢谢你们派人跟着我 连我你们都敢监视 你们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有道理你们有人想拿我做文章 我还是想对我家人动手 你不知道吗 是不是我没走一步生后 就会有一双眼睛盯着我 我跟你说过的 大姐出了任何问题 第一个下午会报 你 你大耳胖胖吗 你的意思 你监视我就是在帮我 你觉得你不需要我帮助吗 好好好 原来我真是跟谢谢明长官 莫能活着真是万幸了 大姐 他们想对你开刀 其实是想放了我的血啊 你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大哥 大姐只是误闯了黑市 七十六号应该不会有 确凿证据的 应该没有 那是有还是没有啊 我 现在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 你居然告诉我不知道 枪藏里有没有子弹 有什么证据啊 我不就是取起点货吗 什么黑市不黑市的 七十六号人的手段 你们还不知道呀 好好的生意人 都能让他们扣上 抗日分子的帽子 不就是图人家的资产吗 他们要想整我 什么借口找不来 我告诉你 你不要拿 阿诚下期好不好呀 是七十六号的人抓的我 有本事 你拿他们出去去 好 我现在就去七十六号 他 他干什么去了 他说去七十六号 给您出气去了 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呀 快起来呀 去我看着他 别让他再惹出事了呀 快去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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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闹大了 你们也用不着撒谎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梁处长 我的县人一直在这 是一个黑市军火买卖 苏州那个老鼓玩店老板 其实他就是个军火贩子 不就是一箱子唾炸药 他还能放天 梁处长 那一箱子 我就问你手里头 有没有明镜跟这个老板交易的证据 不是人被抢走了还没审啊 一审咱不就有证据了吗 你以为他是谁呀 你还想审 阿成能把他从这儿带走 能保住你们的命 你们就该回家收乡念佛吗 话也不能这么讲 姐夫 咱们都给日本人办事 凭什么他姓名的比咱高一桶 我手底下怎么能有你这么蠢的人 汪处长 你跟明家关系走得近 你给出个主意 这件事情 我不参与 我才不被回国 不过 抓回来的那个交易者 给我水 我能让他开口说话 你当真怀疑明镜 青天白日的 苏州那么多店铺 他怎么就正巧闯入了 做黑市军火生意的股玩店呢 你是说 这不是巧合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答案 但是我绝不相信他是无辜的 明长官 梁先生 你很会做人吗 抓抗日分子 抓到我家里来的 说我很大吧 你写报告吗 报告里是怎么写我的 你以为把我拉下水 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吗 明长官息怒 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谁都不想的 发生什么事了 关于 明董事长的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误会 误会 那我现在开枪打死你 是不是也是误会啊 不许动 把枪放下 师哥 你冷静点 我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 梁处长御夏永芳啊 谁要是再说七十六号 人心不齐 争权夺利 我都不信 我都不信 放下 把枪放下 明长官 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已经基本上问清楚了 这个老骨丸店 确实是一个黑市军火交易所 我们有证人 陈亮 他们是在成功诱捕了一名嫌疑犯之后 遇到了明董事长 这件事情 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他们有眼无珠得罪了明董事长 我已经责令他们今天晚上 黑市交易 军火买卖 我还加一个目击证人 而恰巧这个目击证人 还是你七十六号的人 好故事 好设计 全都符合抓捕要求 除了证据 证据呢 七十六号抓人 不需要证据 别别别别 别说我没说过 明长官 杨主任 我看你们七十六号 也没什么证据吧 是是 没什么证据 没有证据 就最好 给他发阵亡抚习金 你打报告 我屁条子 谁 北通 你给我闭嘴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在七十六号叫我梁出场 老子一枪绷了你 你敢开枪 上面有人找我找你 你敢开枪 进了七十六号 我都要你好看 带走 这就完了 完了 这能看出什么了呀 这能说明什么 有眼无助的家伙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真给我惹麻烦 报告 我在现场当时 还有一句话 刚才忘说了 说 我当时跟陈队长说 这位大姐看样子来头挺大 别真闹出事来 你这么说的 算你机灵 以后你就是 第二行动队队长了 背着地能精力 抱下杨树桥踢把车 行了 行了 查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查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没有 废话 黑买卖要是能让你从账本上 查出什么东西来 它还叫个屁黑事啊 点落板呢 被陈队长一枪给崩了 你们真行 你们真行 这屎盆子都往死人头上扣 自己是推得一干二净 脚来的祸呢 老规矩 上交一半 咱们留一半 姐夫 梁处长 明董事长是受了点委屈 但咱这边不是 还死了个行动队长吗 照这么说 这两边不扯平了吗 你懂个屁啊 他是谁我是谁啊 这事能扯平吗 惹个祸 还得我给你们擦屁股 别撤 别撤 是是是